体育中心综合报导,今年重返强队之灵的双城,日前在总经理拉文,Ted Lefoyne 的表态下,冬季将在自由球员市场上积极补墙,而据传目前最夯的两名日级投手达比修友,大谷祥平,双城已在积极询问当中。 拉文今天受访时表示,双城现在对大谷祥平相当有兴趣,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招募到他。 拉文接着说,大谷祥平让所有球团都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争取,而向他说明为何我们最适合他,就是我们目前的最大优势。 昨天大谷祥平的经纪人向大联盟30支球队发出问卷,要求各队提出自身优势,而双城今天就展现充分诚意,以在这场追逐战中取得领先。 而达比修友方面,由于拉文过去曾在游骑兵,因此他认为要接洽这位投号自由球员并不难,他说我过去曾与他合作,虽然现在还不知道球队对他的报价,但我们双方已开始有不错的对话。 双城今年策略大改变,扬言在自由球员市场撒钱追求顶级球星加盟,而去年他们的战绩还在大联盟垫底,但今年却闯进外卡大赛,进步幅度惊人。 大谷祥平法新社 达比修友法新社 拉文美联社